第三十题 小雅在后直板上钻一小孔 取一蜡烛进行真孔成像实验 如右图所示 其于墙壁上所得的成像性质为下列合者 我们晓得真孔成像是光的直线传播的证据 因为直线传播的关系会成为一个导立的实像 那么对于上下而言是导立 对左右而言就是相反 所以他会成为一个上下颠倒左右相反的实像 因此第三十题我们说 其于墙壁上所得的成像性质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租 导立实像左右相反